好囉,那我們直接開始了 這遊戲呢,就是一個 一款點擊的解謎遊戲 有看過之前上一個系列的 應該都知道在玩什麼啦 好不好,那這解謎的部分 大家共同的 努力的 抽屍波解吧 好,GO 開頭有一個男人花的船 呃 秀湖出品 I remember that day when I returned to paradise 天堂島 家人居地居的小島 自從收到了媽媽的時訊 就能感受到母親氣息扔在什麼來 他是因為媽媽回...媽媽 往生了,所以才回來天堂島啦 是念靈嗎? 血靈 喔,好了 開始了 這什麼東西 拖動向左或向右移動 喔 為什麼感覺有點 有點laglag啦 這樣改簡單一點 要不要好一點 喔唷,這樣有比較好一點 畫面比較不會那麼卡 嗨,離以安安好久不見了 要燒腦了 災難的災 喔 抱歉 那個漢字不會看 那個 簡體字不會看 喔 好,我們現在到了天堂島的大門 沒什麼事啊 你看那邊一直咬這種樹幹有沒有 這都是小屁孩才會做的事情 抱歉,我就是小屁孩 他要幹嘛 給我一根竹竿 我可以給你全世界 他看起來一點 猥瑣的樣子 變態一樣 是幹嘛 這是木瓜嗎 還是什麼 石瓜 火龍果 還是什麼之類的 唉唷,有人欸 請給我龍蝦 給我蝦子 不然不得進入 GIME 為什麼我看到這個 會想到奇怪的事情啊 抱歉 歪掉了歪掉了 還有什麼啊 船 喔 有有有 彎刀跟魚鉤 行 我知道怎麼做了 這邊還有一個箱子 把它推開 唉唷 這次還有做這種 用脫衣的動作 唉 多了一些 新動作這樣 剪輯文字翻譯 我親愛的兒子 怎麼唸 JAK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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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KOB嗎 嗯 很遺憾的告訴你 你母親已經去世了 唉 盡快回到天堂島 現在非常需要你 你的父親 是老爸寄給我的 所以說 這是我的船 好的 我們坐船到這邊 然後再上岸 上岸之後呢 我站在石頭縫這裡 等一下 這個應該不是我吧 這只是一個路人 是不是 拿來給你刀 算了 我幫你砍好了 欸有了 漂亮喔 來 送你送你 給你獻 我知道你要釣魚我會 去吧 他要一隻蟲 好的 這邊每個都跟智障一樣 什麼都不會 跟媽寶 要什麼都跟我 跟我討就對了 好 唉唷好噁心喔 砍出了一隻蟲子 我們看一下最右邊有什麼 最右邊沒東西 好 別你蟲 去吧 啊 掉什麼 掉出一隻蝦子 超快的啊 來去啦 愛吃鬼 送你啦 喔 開了開了 好 第一關比較簡單 可以 好 進來的時候 看到一個老奶奶 跟一隻山羊 這天堂島看起來 感覺應該蠻大的喔 沒有像遊戲封面 那樣那麼小一個 路人怪怪的 那是他弟弟喔 真的嗎 羊 開死你 喔 不行 恩 蛤 多了一個 奇怪的東西出現了 閉嘴啊 超死的 咪 唉唷 哈哈哈哈 喔 水智在你的鼻孔裡面 老奶奶 你還健 你居然還這麼的健在喔 老奶奶 你應該被吸得 瘦巴巴的吧 人家說 水智可以拿來 當水 當成一種 另類的治療術 把淤血給吸出來 但是他 但是這個老奶奶 居然把水智 長期塞在鼻孔裡面 哇 居然可以活這麼久 你應該叫水智奶奶吧 太扯了 太扯了 水智怎樣給你吃嗎 不是 好恐怖喔 我覺得那隻水智應該是 我覺得那老奶奶應該不是人 是一隻怪物 對吧 我猜應該沒有錯吧 唉唷 居然是紅色的血 怎麼會倒出血來呢 噁心 唉唷 居然有房子 這個毛 蛤 喔 喔 更多的水智 製造更多的血液 然後他這邊有三格 過了三關之後呢 恭喜你 大門就打開了 是這樣嗎 這樣也行 抱歉 你應該不會投訴我們店家 你的蝦子 那個蝦子裡面有水智吧 那是寵物 我期待那隻狗出現 喔對啊 秀狐系列一定都會有那隻八哥犬啊 對啊 那是算他們的招牌 可以玩窩男嗎 不要 我已經把窩男的遊戲給砍了 那個遊戲實在太可怕了 一個狐 一個狐 我大概知道這個狐的作用是什麼了 兒子 幫個忙 喔 這是我家 送你 買上 哇 我老爸長得還蠻帥的嘛 那這應該是我媽媽了 我媽媽怎麼了 喔 喔 呦 這是我媽 這看起來就像是我哥 這應該是我 這是我妹妹 這是我的小弟弟 這個是 啊原來那個老奶奶是我們的阿嬤 好 我知道了 Family 原來是我們的親人 來送你 下去吧 好的 差一個 欸按錯了 抱歉 招牌水製蝦 感覺很好吃的樣子 雖然我已經吃飽了 卡住了 這邊 往下 這個應該要裝啦 是吧 謝謝 謝謝 裝有血的罐子 然後 倒進去嗎 欸還真的欸 喔 哈哈哈哈 這樣也行 可以 好 我會了 阿那個地方是要怎麼過去阿 我忘記我要怎麼去那個 阿在這裡 水製 阿刺 還差一個 我覺得我們應該還要再裝 欸按錯了 我覺得我們應該還要再裝一壺 阿是吧 他們還要再來裝一壺 給老爸喝 我覺得應該是給老爸喝啦 是不是 你們覺得應該沒有錯吧 我的認知應該是給老爸喝啦 送你 你看 我就知道 噁心 嘿嘿嘿 阿第四隻水汁出現了 自從你母親去世之後 繡狐一直被痛骨隆罩著 好的 閉嘴 開門 有了嗎 欸 欸 滿了之後 有沒有什麼道具 唉唷 掉鑰匙了 我們可以離開這裡了 水喔 喔 有人 只要把我的記憶帶回秀虎 這是他老媽吧 秀虎才不會再流血 結束了 好 我們到了下一個場景了 欸 哈囉 白豬你好 欸 福姿姿阿咖你好 放棄讀書來看你了 咳咳咳咳 哈 妳這樣子考不好會不會怪我啊 那是老頭開直播 還我沒有念書 不太好了 又 滑出坊墓了 欸 好好玩喔 這個可以把它點開耶 開 這有點類似像那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玩過類似 神魔之塔 或者是 怪物彈珠之類的有沒有 手抽 是什麼 SSR 蛤 這是誰 他們長得好詭異喔 請接受我們的犧牲品 然後指引我們吧 消失了 這什麼 黑方塊 為什麼突然感覺有點 有點感覺像是那個 刺客教條裡面的 那種 那個叫什麼 刺客教條不是都會守那個聖物嗎 怎麼讓我感覺好像是跟聖物有關係的東西啊 這什麼 放這裡 欸 還真的欸 我隨便放著說 去了 青蛙 咳咳 欸 蛙齋 喔 他現在就是 在呈現所有的 所有的每一個的災情 是吧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血災 第二個是挖災 喔 就是我知道的意思 是嗎 欸 是你 應該是我的舅舅 或是我的 叔叔之類的吧 欸欸欸欸欸 大哥 那個 原來是 擅長吃鑰匙的朋友啊 是怎樣 是叫我給他 給他吃 然後就讓他拉出 拉出鑰匙 是不是 他說你想要鑰匙嗎 啊 照三餐供奉食物給我 我就把鑰匙拉出來給你 這樣 考試考完了 我辛苦了 動物朋友 喔 拍方舟 今天沒有 抱歉 喔 可以問方舟嗎 問什麼方舟的東西啊 所以老媽的災害就是母災喔 我母災 然後現在是我災 到時候就是 肉母災 第三章肉母災好不好 星期三段考加油 石災 這個遊戲有石災是不是 沒關係 隨便玩玩 想說打發時間也好啊 哎呦 欸這個是我妹 欸我妹還蠻正的吧 我喜歡這種髮型 你知道嗎 我未來的女朋友 我希望我未來的 我希望我未來的女朋友的髮型 可以長得跟她一樣 就完美了 哥哥很高興的再見到你 你講話的聲音超像那種 八十幾歲老媽在講的話 那個聲音 還要什麼喔 這個是 這個是質敵還是 還是拿來灌藏用的針筒啊 哈哈哈哈 什麼呢他要的是什麼東西啊 青蛙蛋 這個還有順序之分喔 欸 欸 欸 我剛才居然要成功了 我成功了嗎 再來最後一個 我成功了嗎 失敗了 這晚點再來看好了 我覺得應該跟解謎有關係 我雖然我不知道我 我妹妹要什麼東西啊 欸老奶奶是你 上鎖了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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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組什麼 他要知道什麼東西 他要四隻青蛙 好的 感覺場景沒有變 只是人物的擺設位置不一樣了 然後你這北溪把它也吞下去了 所以說他這個 這個算是 算是我叔叔嘛 還是舅舅 我不知道 他呢要吃四隻青蛙肉 他就會把鑰匙拉出來給我了 我的猜想拉 嗨你好 哎喲 這是性暗示嗎 我可以問一下 我弟弟現在對我 是產生了什麼 特殊的情愫嗎 他現在居然把他嘴裡的青蛙丟到他的褲襠裡面 然後要我伸手去撿 確定這可以播嗎 阿嬤 猥瘦的看著我呢 然後都要把褲子這樣脫下來 青蛙丟進去 哥哥來撿阿 噁心 真的要撿嗎 我拿蠟燭燒你好了 喔喔喔再來再來 他到底有幾隻青蛙可以這樣玩阿 哈哈哈哈 我就看你多醒 來來來來來 塞嘛你的褲子 這是他的R20喔 好吧我可以理解 但是也太多了吧 我覺得這應該用碗裝是不是 撞撞撞撞撞撞 歐歐 把你手給砍了 算了 一隻一隻 在幹嘛 呱 呱 呱 在玩什麼鬼東西啊 呱 應該是要全部把它填滿是不是 有了吧,有了有了 喔,他要把它全部踏完啊,這好玩這好玩 我大概知道這個意思,他只能走十次的 然後每一個荷葉都要把它全部踏過一遍 大概是這個樣子,這樣跳跳跳跳 然後 哇 然後 這樣 啊,失敗了 可惡 升七七 然後 直走,這邊可以踏嘛 有 再來 五湯 五可 該不會是舅舅想撞養吧,有可能 還是一樣獵奇 撿青蛙撿不到啊 你覺得這款遊戲好玩嗎 我覺得就稍微有抑制解謎的成分在 我覺得都還蠻好玩的耶,有趣啊 還蠻有趣的我覺得 這個有點太遠了 跳這裡 不行喔 不行喔,五湯喔 太遠了太遠了 哥哥五湯喔 哥哥五湯五湯 這樣子呢 哇 哥哥不要 我想一下喔 我想一下喔 這樣子 這樣這樣這樣 不行,這樣這樣 這樣這樣這樣 也不行 這樣這樣 這樣這樣 這個 這個這個,也不行 我覺得這邊至少要留一個 至少這個荷葉要留住啊 這個荷葉不能踩掉 踩掉你就上不去了 所以說這個絕對不能踩 好我會我會 就這樣而已啊 過了 嘿嘿 嘿嘿 光頭哥哥 嘿嘿 我突然說 為什麼突然我聲音這麼像光頭哥哥 我突然覺得好畏懼喔 嘿嘿 光頭哥哥我是光頭哥哥 尋找紅心A 你知道紅心A在哪裡嗎 在青蛙的肚子裡面 嘿嘿 這邊跳下來 來 往左邊上去 等一下,這裡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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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會 過了 還有 這最後一個終點了吧 絕對難不倒你 嘿嘿 好了 我剛剛看錯了吧 這最後應該是往這邊 應該是這樣子 我要把下面把它清掉 完蛋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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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好拿到一隻青蛙了 該死了 執障解謎 阿嬤哪去 不知 一隻 這要是還不夠嘛 他要四隻嘛對不對 而且我們還有鑰匙沒有拿 阿 阿對齁 門這邊 門這邊我還沒解 稍微看一下 喔這邊有一個 腰帶 不只聲音像 剃皮膚搞不好長一樣 你在哭喔 這個咧 這怎麼轉 咦 裡面不能轉 可以轉外面跟中間這一段 對齊這一條線 喔 莫名其妙 喔 找到了子弟 給我們 給我們的妹妹 妹妹 妹妹你在哪裡妹妹 我帶了子弟回來了妹妹 給你 看牠吃得好開心喔 你可以給我你的青蛙了嗎 掛掛 我看不懂耶 牠在幹嘛 你說要找一樣的 可是這看起來都長得一樣阿 這個青蛙輪看怎麼看都長得一樣阿 有沒有 應該是這個吧 喔 外 外型是不是 外型要長一樣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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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 這樣子啦 然後這邊再兩隻嘛 然後 那後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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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Yeah! 謝謝! 好妹妹! 只是乾妹妹 只是乾妹妹 她只是乾妹妹 她只不過就是個乾妹妹 我要替她生財 點火 第二隻 第三隻 接下來我們的 最後一隻青蛙在哪兒 皮帶給弟弟 不要讓她放在褲子裡面 猥瑣變態 可惡我弟弟居然對我有悲憤之想 噁心 我怎麼出不去 再丟啊 嫩 嘿嘿嘿嘿 你不能做暗示了抱歉 噁心的弟弟 我跟妳講 要是乎我這種弟弟喔 先打一頓吧 打爆她再說 有了有了 魔法料理 青蛙三杯蛙 青蛙三杯蛙 超級三杯蛙 青蛙湯 給這個 該死的老哥吃 老哥的話 要走這一條 進去 欸不對 再下一條路 拿去啦 噁心 他吃東西居然這樣子 這樣也行 他要吐了 呵呵呵呵呵 呃 有點耳爛喔 然後我再把它喝掉 有沒有 沒有 不太好吧 叫死 喔 我媽媽 我媽媽手上抱著一個小孩 賈克伯 我的第一個孩子 是我嘛對不對 我叫賈克伯嘛 是不是 叔叔 弟弟家親 皮帶加弟弟等於青蛙 欸我還沒拿 剪下來 那我們再把黑 黑方塊放回去 拿去 呀 又要到新的土了 萬歲 萬歲 哪一個 青蛙解決了嗎 我以為是要拿皮帶抽弟弟 這樣還蠻有趣的喔 我還蠻 感覺還蠻爽的 第三災 蚊災和蜂 這個是念濕災嗎 還是蜂 應該不是吧 這可能是那個 那個什麼 這什麼東西啊 蚊子類的那種 蜂濕的那種感覺 這什麼 蒼蠅拍 哇他們古早的蒼蠅拍 好特別喔 突然害我想到以前 我們有那個電蚊拍有沒有 然後我記得以前去我阿一家 那電蚊拍就是長得很像那個 網球狀的那個電蚊拍嘛 我就無聊在那邊開 結果他們家的狗 好只不只跑過來 你知道嗎 那狗的好奇心 就是用鼻子去探索嘛 然後就聞聞到後面 結果我的電蚊拍 就剛好一摸到他的鼻子 好可憐喔 被電 然後從此之後他看到那個電蚊拍阿 嚇得要死 好我不是故意要電他 是他自己鼻子靠過來 然後就 啪 我就跑掉了 我不是故意的 因為 我會記這麼久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很有趣 印象非常的深刻 其實那時候那隻狗被電到的時候我也嚇了一跳 然後突然啪一聲 從此之後那隻狗對那個電蚊拍產生了嚴重的 嚴重的疑意 完全不敢靠近 嗯湯喔 要全部玩完嗎 應該會 那個念澡 念詩 我家是貓去舔電蚊拍那更好笑 貓應該是用手去探索 為什麼會用舌頭去舔呢 可能是覺得那個可口很好吃吧 是不是 你出來一隻 在幹嘛 在幹嘛 這邊有一個洞 後面有一個洞 後面有一個洞 看不懂 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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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上次有點顯示有點類似淺紅色的那種感覺 算了看不懂 就是同一間房子 妹妹在幫叔叔按摩 我看不到獅子 他在幫他找 我在頭上啊 你是眼拖了嗎 他在幫他找獅子 沒有 拍死你 趁機打 打叔叔的頭 這又是幹嘛 有鏟子可以撿 有鏟子可以撿欸 這是什麼 喔 把他捏成像這樣的形狀 你們有沒有看到第六感生死戀 好 就是類似那種 愛情騙車 常有的東西 一個男的在後面 然後抓住那個女生的手 啊 挖土挖土 我會 兩塊黏土 這樣子我就可以做了吧 直接用黏土來做 登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這樣沒錯吧 有 再一個 做兩個不一樣的是吧 挖了各種行動都應有盡有 喔有了兩個 不過這兩個可以幹嘛 花瓶一個放裡面 不行 不是 我家 我家是我在趴趴趴 啊不是我是說在 在舔痘痘那邊 什麼東西 老頭這個天堂島 我剛去找攻略的收集到 東西是有成就的 沒關係啦 隨便玩玩啊 成就沒有辦法完全收集也 無所謂啊 Who care 玩開心的 給他吃嗎 想太多了 他這邊寫一個叉叉 在這邊挖 啊是這樣嗎 不是 這邊就不能出去喔 可以 回到岸上 喔我弟弟不見了 然後這邊寫一個標記 不知道是來標什麼鬼東西的 沒有地方可以去了 還是趁他飛出來的時候把他打下來 是這樣子嗎 不是 欸阿嬤 阿嬤你的臉啦 阿嬤 起擋有沒有 拿那種力氣往自己臉上砸 起擋起擋 好了一堆蚊子 我知道這蚊子要哪裡放哪裡 原來那個是要給他啊 啊蝸牛欸 這可以用 把他劈掉嗎 沒反應 喔 有 一個十字的標記 這應該是所謂的成就之類的吧 一把剪刀 好的 東西要越多了 這是什麼 這邊有一個很像東西可以剪的樣子 盤子之類的 把蚊子放裡面啦 我會 不行 不是這樣嗎 蝸牛放裡面 骨頭 給你 看不到獅子 眼瞎了 跟蜜蜂出來的方向按喔 我們來試試看 這裡 這裡 又一多了 好恐怖喔 這裡 酷喔 這樣也行 我們拿到什麼 欸不能點了 蜂蜜剪刀 然後 然後 陶瓷 這應該就沒有公用了吧 對不對 蜂蜜拿去餵他們 欸 他還要吃四隻喔 好吧 插插在這裡 砍掉 砍掉 砍掉之後 多了一條新的路 喔 弟弟是你 砍掉 欸不能砍 明明就寫XX 卻不能砍 把蜂蜜放這裡面 把蝸牛丟在裡面 不行 好 有薑果 三個桃匙丟進去 先放再說 省點空間 好媽媽媽媽媽媽的照片 剪刀拿來剪頭髮喔 應該是拿來剪叔叔吧 有可能喔 明天考三顆 我在考慮要不要看直播 我是覺得沒關係 我覺得你們以學業為重 好不好 這個可以拿來以後當紀錄檔再看嘛 這真的不用說 看直播然後荒廢學業 好不好 這樣子我會過意不去的 你們可以就是把考試考好之後 再來看紀錄檔 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蜜蜂塗在草叭上面喔 試試看 砍頭 可以 劈柴也可以砍樹 好喔 我知道了 蜂蜜果醬 哎呦 又引來一堆蒼蠅噁心 耶 越來越多了 吃蝸牛 不是 我今天的血糖非常的低 沒有人沒有人在意你今天血糖非常的低好不好 沒有人在意 不要講得好像一副所有人都在意你的血糖低不低的問題 不會有人想知道的 這變態弟弟 我們把那個剪刀拿去給叔叔 幫他剃一下光頭好了 帥喔 好 哈哈 哇這個有標記耶 這什麼意思 一個圓圈一個點中間一個標記 然後再一個十字 砍這裡嗎 好像太多了 這是什麼意思啊 哎呀 他剪到耳朵了 Omg 有點噁爛 有沒有那種幫人家剪頭髮 就是 就是 你去那種一百塊剪法 會不會很怕人家剪到你很多 其實我就覺得不要去想那麼多就好了 你越想那麼多你越害怕 我是沒有這個經驗啦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種經驗 好 撿到耳朵感覺好恐怖喔 嚇嚇 給你哥哥 不行 他吃蝸牛 好 瓜尼丸居然不課 欸 喔 兩隻去了 耳朵 喔 玩來入處 這關很噁心要有心意準備 真的嗎 小石頭的記號 就這個正中央 喔 對啦 然後拿鏟子挖馬 喔 是啥 這是幹嘛啊 要把所有的點放在上面是不是 三個眼睛欸 好一個異智遊戲啊 這邊一個 三 三 三 呃 台語怎麼講 三 六 三 六 三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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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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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妙蛙種子 種子種子 這邊這隻蝸牛 突然可以打開了喔 是念 胎背吧是不是 好這邊應該沒有東西要解了 種子種子 然後 我知道了這個 走開不是你 這邊有一個標記嘛 可以砍了嗎不行 唉唷 原來是砍這裡喔 給弟弟喝 弟弟 你的東西來了 聚集更多了 OMG弟弟你還行嗎弟弟 弟弟你行嗎撐著點弟弟 弟弟 弟弟 你怎麼了弟弟 好噁心喔 弟弟居然結成勇了 好噁心喔 OMG 可以把他砍下去可以把他砍死嗎 弟弟居然變這麼大一隻毛毛蟲 鐵甲蛹 鐵甲蛹不是 不是 不是綠色的嗎 沒有這個讓我想到那個RO裡面的那個 RO裡面的蛹有沒有 加400滴的 勇卡片 那個 那個叫什麼勇的 RO不是有一個長得像勇然後你把他打爆會掉卡片嗎 我記得他的卡片效果是加800滴血還是400滴 我忘記了 所以說現在吐了兩個 兩個種子 然後呢 把他種在上面嗎 不是 融子丟進去 啊線上花朵 有了 其他的應該就是要拿去種等他長出來然後 有花之後再 再再再 好 再把花採下來吧 是這樣吧 我也不知道耶 阿我們可以去找阿嬤 看一下阿嬤幹嘛 阿嬤 阿嬤這個你要嗎 吃種子喔 還是你要斧頭 你不覺得他要拿著扇子很像諸葛孔明嗎 原來你是諸葛孔明喔 我現在才知道 孔明 喔 可以看到我自己耶 沒反應 異色鐵甲俑 原來地底是鐵甲俑可以收服嗎 應該是可以吧 不斷的硬化有沒有 我記得以前好像玩神秘寶貝 每次打那種鐵甲俑他會一直硬化一直硬化 越打越煩 超麻煩的阿 都會很沒有耐心有沒有一直要等他硬化結束 大辦法 大辦法把他打死 那就是他只會越來越硬阿 哇現在幹嘛 我現在只剩下 一二三四五 一樣道具 感覺沒有地方可以使用啦 應該不會跟我講說種子種這裡面吧也不可能啦東西都拿了 再往外走往外走什麼都沒有 弟弟就這樣去了有沒有 你好Kevin幹 補習回來喔 送在妹妹的房子裡面妹妹房子裡面可以種東西喔 看一下 啊對吼有這個 抱歉 他這到底幹嘛啦 蜂蜜丟進去也沒沒反應阿 給你吃蜂蜜好不好 拿起來 種子 可以啊明明就可以 只是要點 要對準點啦 你一直這樣子亂點他會 判定在外圍 然後就沒用了 好 那剩下的是蜂蜜 不知道蜂蜜可以做什麼 我們現在已經有三朵花了嘛對不對 三朵花去找弟弟 小七七喝弟弟 我求男父 小七七喝弟弟 可以加油 隨便插應該就可以了吧 有了嗎 哎唷 媽媽你的眼睛 看不清楚阿 嗚嗚 掉了 結果這後面三樣道具都沒有用處耶 出現了全家福的照片 一朵花灰飛湮滅 拿到了方塊 可以到下一關了 這有個裂縫耶 這有沒有什麼關聯性阿 補土之類的 還是沒有 對啊應該就結完了吧 那我們直接走不管了 我們直打下一關 我們已經有方塊了阿 去吧 登 其實只有四樣補銀草卡BUG了 我一直把他誤認為蜂蜜耶 我一直把他誤認為蜂蜜耶 算了下一關 孔明在世 下一個 第四災 銀災 來 蒼蠅的災難是吧 你幹嘛 小鳥走掉了 小鳥走回來了 下去 不行 好 沒東西 走避捲怪怪的阿 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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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ú 兔子 兔子英文怎麼唸阿 р 對塔 我們剛剛沒有記錯吧 喔 又有木材了 先放再說 又有火了 一看就是 要我去點嘛 對不對 對不對 裡面是什麼 阿嬤 你不是食物阿嬤 你怎麼老是忘記 你是不能吃的嗎 阿嬤 去找你媽媽 阿嬤去找你哥哥 玩完實在要不要講解哪一在最恐怖喔 等我玩完再說吧 阿嬤你好 各位找 我們的阿嬤非常的健勇 是怎樣 拉不出來 好不管了 這什麼 走到目的地的蝦子 我們要幫他清出一條道路是不是 那就這樣子走頂這邊頂這裡 這樣就好啦 欸等一下用錯了 沒有沒有用錯 換殼阿一殼越來越大 登 有 又是一個小品解謎遊戲不錯不錯 避免這個海參會遮到他阿 應該是這裡 然後再這樣行 然後 等一下他這個 他這個貝殼的方向 應該是他行走方向嘛對不對 那我可能要 這兩個倒退是怎樣阿 這不能轉方向嗎 這樣子 我要開大絕 欸沒有這是這是往前 吃嗎 就這樣就好啦 吃好吃滿 過了 是不是 寄居蟹 什麼動物喜歡胡蘿蔔 兔子 所以說等一下要給他 我知道 我會我會 往這邊 然後 我們可以往上走 然後這個往下 這樣子 過關 有了 還好啦這沒有很難 阿嬤湯 剛剛那個積木 大的應該可以動吧 我不知道欸 待會再說 慢慢來 等等再說 這裡 這邊 往下走 然後 再往這邊走 哇可以這樣子搞嗎 連續吃兩個 上下下下 啊我知道 這樣子 登登登登登登 有了 他好像沒有固定的解鎖方式 就是依照自己的想像 去 跑這個 跑這個路徑 過了 好 有了 嗯 什麼是一名發生 解完了之後 任何事情都沒有發生 等一下這是我們叔叔嗎 為什麼他被關在裡面了 叔叔你怎麼了 叔叔 你為什麼要睡在這裡 不要吵我 我要睡覺 好 給你吃火龍坡 沒有啦 叔叔也太屌了吧 他原來他喜歡睡外面 他不喜歡睡裡面 好吧 隨便是兔子嘛 出來了 兔子跳出來了 然後就這樣子結束了 然後 貓貓蟲 給鳥兒 沒有用 欸 不知道拿個類似像素質的東西 當支撐點 還不行耶 再看別的地方好了 老頭很聰明耶 還好啦這算 這不難這蠻簡單的 這蠻簡單的 我覺得比較難的是 應該是說啦 呃 有一些 應該是說有一些關卡 的邏輯 跟我所想的邏輯 不一樣就會卡 那很很剛好的 他現在這些關卡邏輯 剛好我都想得到 所以說就是過得很順 你應該要長出來的吧 破繭而出 進化成八大虎了 對不對 準備進化了 哎喲 弟弟你居然變成 引人了 哈哈哈哈 弟弟飛走了 弟弟 記得要回來多看我們啊 弟弟 看一下阿嬤熟了嗎 欸對齁 我們弟弟飛了耶 弟弟 他這次好像改吃心臟耶 他這次好像改吃心臟耶 這次好像是蟲嗎 好像蟲不能放進去的 哎喲 哎喲 哎喲耶 兔子快跑啊 No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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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欸如果你們被這種蟲子吸下去 引人 就是那種 蒼蠅人這樣吸下去 應該直接往生了吧 看三小 看三小 你像吸火是不是 走掉了 我要去看阿嬤了 不是這裡 不是這裡 欸我走錯邊了嗎 這裡 阿嬤煮熟了沒 去找你的哥哥 剛剛有人說這個可以動喔 哦原來這可以拉啦 哎呀難怪 那我知道怎麼寫了 因為我想說這個好像暫時沒有什麼太大的 咦 原來是這樣弄錯了 抱歉 完了尷尬我卡住了 先拉過來 再拉這個 哇 等一下 這樣子 喔 有了過了 哇 尾尾 恐懼並沒有使我盲目 原來這一家人都喜歡睡在類似像正方形的箱子裡面 然後他以為他是貓咪 喵阿 好現在我們有鏟子了 有什麼地方需要用到鏟子呢 喔N 他連雞雞蟹也不放過啊 看什麼啦 真的嗎 雞雞蟹是要挑心臟出來嗎 還真的阿 雞雞蟹 是蟹肉不是雞雞蟹 好再見 你可以滾了 我來救你出來了 哥哥 不想理我 喔 原來這東西在這裡 不會了 我們要抓那隻鳥兒啦 去吧 去吧 然後 弟弟就會過去吸他 然後獲得了鳥兒的心臟 掛了掛了掛了 有沒有 變淫人逆 對啊就好像有一部影片就是這個嘛 就變成蒼蠅 但是那個是美國 美國恐怖片嘛對不對 好了 結束了 好再來就三個心臟丟進去 可以一次丟全部嗎 不行 那就慢慢來吧 然後再來 喔 有什麼改變嗎 應該要掉東西給我們 然後放進去 喔 爺爺 這應該是要叫 爸爸 這應該是要叫爸爸 他手上拿的方塊不肯給我 我需要他的記憶 我一定要找到 把你敲暈 這什麼 這什麼 秀湖的光輝之日 終將來臨 將會有一個人遇見死亡 欸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 另一個啟發 啟發 被選擇的人 長生不老藥 這跟之前上一個系列 好像都是有關聯性的 那時候我們是拿到很多一些素材 然後就做的長生不老嘛對不對 記憶的提取 寫一個八方塊 然後一個禁字號 一個禁字的符號 餓鬼 平衡你 前世中的物質 欸他這上面應該都是提示喔 方塊放下去 三角形一橫等於Case 我們記憶亦屬於秀湖 被選擇的人 跟這有關係吧 可是我完全看不懂 這扇門到底想表達什麼 S等於I 然後 等一下這個跟上面那個有什麼關係嗎 這是什麼標記 我也不知道 然後等於一個倒三角形一批 哇 我覺得這邊會很難喔 這邊也沒倒三角形啊 欸 欸 有這可以重複喔 欸他可以重複疊在一起 好酷喔 上面就做這四個 這邊明明就寫三沒有錯啊 八 這三角形是XX 這三角形是XX 這裏沒有寫XX 這裏沒有寫XX 這個嗎XX在這裏 八左移一個 啊五六七八這個啦 有了有了XX在這裏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是這一個啦 我就算錯 我就算到這邊 這是九啦 對阿叫我們解開啦 一嘛 這是三嘛 然後這是XX嘛 這是這個啦 有了 完了 老爸危險 八 八危險 八 喔呦呀 從耳朵進去 八 是 這隻是個都 有一天你會明白犧牲的本質 好喔 鏟子是等妹妹幫叔叔剃光頭 上有保障才用的到 我們不是已經 幫妹妹剃光頭 不是幫叔叔剃光頭了嗎 對啊 叔叔一直在這個地方 不理他 我們直接過關 去吧 下一個關卡 我們已經解決了 蒼蠅的問題了 現在剩下四個災難 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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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看